OK,七分钟一爆 持续两分钟,我们就照这个计则了 好吧,OK,我们走起 我跟你说,打火还在半天呢 因为这个炉灶不太好使 脱水应该是多 140到180吧 我们来160吧 我这个网子底下有轮 所以它还是可以 均匀晃动的 我觉得啊,我觉得是这么着 163了 五分半了 咖啡豆的头皮屑也下来了 可还行 230 一爆,230一爆 爆裂的意思是 这是第一次爆裂 然后准备好我们的平底锅 马上就要10分钟了 10分钟了 打开看一下里面什么颜色 我这个颜色可以了 下豆 关火 不知道你们看的颜色如何啊 我感觉烘的还是比较均匀的 也是我想要的颜色 哎呀妈呀掉到鞋里了 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已经差不多了 定型了 已经不是太烫了 就这锅咖啡豆 现在的颜色应该能比较正常的看出来 对 大概就是这颜色 小熟中熟全熟 它通过是 什么时候水烧干 来判断的 就如果你的水烧干了 它就给你停了 是不是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是有一个问题 问题是 你给它蒸完了以后啊 你不是 上面有盖吗 你给它盖上 对吧 蒸完了以后 这上面会有冷凝水 冷凝水掉下来以后 掉多了以后 它温度下来了 它又开始蒸了 所以就是你蒸完了以后 它断电了 你就给它关了 这有一个尖 看到这个尖了吗 这个尖是把鸡蛋的炖头 鸡蛋有一个尖头 一个炖头 把炖头对着这个尖 然后按一下 它上面就会碎一点 但是这块是气泡的 部分 所以 这样做出来的鸡蛋 就不会爆炸 好了 盖好了以后 开开关 等着就行了 然后我们根据这个 一只梨花鸭海棠的 这个五香柴蛋的方子呢 我们要加一些这些的调料 首先这是鸡蛋 它说要十个 我就剩俩了 不够无所谓 八角要两个 然后还有香叶 要两克 两克香叶 其实还挺多的 一片 两片 三片 OK 两克 然后呢 还需要 桂皮一克 所以是它大概的五分之一 你就 差不多给它 掰一块 哦 它说的是一克 贵皮 我傻了 你得跟不着了 差不多了 然后 小浑香两克 小浑香没有 但是我想使一点点的 我想使两个丁香 丁香见过吗 丁香 丁香一定不能放多 哇你看这个胶外 多么的柔和 我这里边还有白纸三奈 这其实是炖肉用的东西 然后有糖 三十克 拧还拧不开 糖三十克 一块是五克 六块吧 十克 十五 二十 二十五 三十 OK 然后 老抽十五克 生抽二十五克 加起来一共四十克 我没有老抽也没有生抽 只有红烧酱油 所以我准备给它加四十克的酱油 OK 这个断面 然后 红茶茶叶五克 因为这次是做咖啡的 咖啡豆 什么咖啡 咖啡 咖啡豆 我们做的是这个咖啡的茶叶蛋 就是咖啡蛋 所以 我们用咖啡 我们来个五克的咖啡怎么样 稍微放点牛奶会 OK 五克 然后粗一些的研磨度吧 我也不知道是行还是不行 总之就是 这意思吧 OK 总算是收拾好了 然后拿下 拿一个小锅 OK 我们准备开始了 他告诉我用六百克的水 然后给它开火 把这咖啡的混合物 加上什么老抽啊 什么八角啊 糖啊 盐啊 啊 刚才这边没放盐啊 这是二十克的盐 放进去 随后把敲裂纹的鸡蛋 放进去 小火五分钟 我们把鸡蛋 哎呦我的妈 撞脑袋了 用一个小勺去这么敲 比那个 比那个用手具在 桌子上敲的话 我 实践下来的话 这样的话会敲的比较均匀 然后到时候裂纹比较好看 OK小火三分钟 OK 像这样 就不错了 你看各处都有这个裂纹 刚才我放在杯子里边敲的话 是因为它太烫了 你要保证这个 鸡蛋上面这个壳啊 不能掉 差不多了 然后把这个鸡蛋放进去 再煮五分钟 嘿Siri 倒计时五分钟 他两个Siri都响了 给它放进去 给你们看一眼里边啥样呢 大概就这样 不知道能不能看见啊 哎 大概就是这意思 小艾同学的电子好像被拔了 小艾同学 哎 没事了 吃完饭就没事了 吃完饭就没事了可还行 这个鸡蛋如果少了以后啊 比如说我上次就煮了五个 这次也是啊 它里边这个汤就不会完全磨过这个蛋 也没有必要完全磨过 但是你要是磨的太少的话肯定不行 所以虽然是一个口径小一点的容器 这样的话它的汁可以比较高一点 就跟乌鸦喝水一样 OK这个茶几蛋就好了 然后12到18个小时之后呢 就可以吃了 但是有个问题 有没有看到就是这个鸡蛋它没有完全磨过去 怎么办啊 就用乌鸦喝水的办法 或者是给它换一个小口径的东西 乌鸦喝水的办法就是 你开盖对吧 然后你往你拿几个你不使的杯子或者碗什么的 把这一放 你看我这个喝清酒的糊 是吧 也给它塞进去 哎 这就全磨过去了 现在已经第二天了 看看这个 咖啡茶叶蛋怎么样了 我发现好像这个 气味上 组成这个茶叶蛋的还是那些放的香料之类的 哎呀 斑斑 我们把这个鸭仓的东西拿出来 哦 这个蛋看一下啊 这因为已经 斑斑 这因为这才过了一个晚上 所以它色不是特别深 然后接下来尝一下看看怎么样 我感觉 我感觉 不要不要吃出咖啡味来啊 也许是那个丁香啊 什么呀 这类的 东西桂石 把咖啡的味盖住了 也许茶叶的根本就不需要茶叶 但是还是很好吃的 所以如果你有什么过期的咖啡料 你也可以试一试 拜拜 咖啡蛋 这个咖啡蛋 我觉得还算成功 但是我觉得是人家的方子比较好 那本期视频就先到此结束了 拜拜 拜拜 已经是第三天的早上了 看一看这个咖啡茶叶蛋 闻一下 依旧是闻不出来有什么咖啡的 独特的味 包开看一下 我发现这个咖啡茶叶蛋 最大的问题就是 它花纹上面 拜拜 最大问题就是它花纹上面的话 完全没法跟茶叶的茶叶蛋去比 终于理解了 貌似这个茶叶蛋里面的茶叶 可能就是为了染色用的 尝一尝 味道的话跟茶叶茶叶蛋 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嗯 好的 那么就说明 茶叶茶叶蛋还有道理的 好的 再见 拜拜 看看 准备 看看 看看 是 你 我 得 感谢观看